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画鸭的时候多 画鹅的时候少 我们研究画鹅是为了体现几个笔法的表现规律 我们拿鹅来解释 由此我觉得我们今天利用学中国写艺画鸟画的机会 把鹅的一些笔墨关系和大家来研讨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拿起那支小笔 拿笔尖调点墨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鹅的结构 鹅重点是头部结构 我用勾线的形式先做 一笔 两笔 三笔 这是它额头的面部的侧面结构 然后它的前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肉流 体现在鹅前 很硬 然后它的嘴越微向上翘 这是它的口缝 这是它嘴的位置 这是它下嘴的位置 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侧面的一个三角形构图 鹅的眼睛一定要向上画 越向上画越向鹅的造型 不要向中间画 用这个办法来解释 就会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您想把鹅画好 你一定要多观察 特别是画一些速写 所以我们在画当中 我们不是速写 但是我要跟大家画几个额头的形态 便于大家来理解 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形态改变 眼睛 嘴的部分 嘴的部分 额头 向前 这个方向看好了 它的下腮部分要大方 更好 那要从正面看呢 正面看的结构也是个三角形 它是这样下来的 肉流的位置 嘴的位置 嘴的位置过来 有一个角度穿过来 口缝 两腮是这样的 眼睛在这 正面看是这样的 这有鼻子 总而言之 它是一个头部 扁 并且成非常明显的三角形状态 好 它的脖子略长 所以按照比例来说 我们画 应该掌握一下它的比例关系 我为大家做一个结构动态 大家看 它的身躯 又是一个大三角形 和头部的三角形 整相反 前边小 后边大 形成这样一个大三角形 这样一个大三角形状态 尾部 然后翅膀 在这当然有鱼翅 翅膀向后 然后鹅脯在这 重心向 向后走 鹅伸的探 往前探 腿 略短一点 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是鹅的一个基本比例 按照这个比例做 身体的比例是不能改的 头的动态可以决定 头的曲间以后 和身体形成一个自然的那种结构变好 这就为大家介绍 鹅的一个基本形态 画任何物体 都是由于大家喜欢 喜欢鹅在水里边游 在陆地上行走 甚至听他们群鹅在叫的这种声音 都是为了一种追求美的享受 由此 我们表现鹅的时候 您一定要行笔 要有节奏感 节奏感就是要有快要慢 下面我画两只鹅 先画一只白鹅 这个白鹅我们用勾勒填色 为了让您把透视找准确 您可以 也可以先画它的眼睛 比如说 我点一笔 眼睛的位置 然后确定它前额的部分 前额的部分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画 前额上面宽 下边窄 然后把头的位置定下 然后我们就看它的口缝的位置 在下面 一定要在下面 一直插到嘴里边 然后上边是一条弧线 我们可以先把它画出来 这是鼻子 然后嘴尖给它画好 下边的嘴画好 脸型 面部结构一定是画方的 画到这以后 我们的头部就确定 完了到这了 好 这个鹅的状态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看它的身体的部分 这个相当于一个白描法 这个白描法 重点是线条不要描得太死 要有血的感觉 就是要有虚笔 由此您画的时候 您将来要填色 所以这个笔可以虚处理 比如说到这的时候 我可以画这不动了 虚了 然后我再把脖子画出来 又虚了 你看这脖子 展开一个脖子的姿态 然后看它的后背 后背要有结构 如果您这后背是侧面的结构 这笔肩部要把它画清楚 在哪 在这 如果它落在这个脖子的前面了 那就说明 肩 是把脖子挡住 说明这个身体是错了 错位的 如果脖子落下来 把肩挡住 那就说明头向您内侧在转动 所以这笔很重要 把它放在哪 然后它的背部要一条直线是弧线 然后就是它的鱼翅的位置 这个鱼翅的位置 小鱼翅要在这画 偏身体的中间部分 大鱼翅要往后画 往尾部衔接 这个合 整个身体就形成一个整体感 然后尾部 尾部要翘起来 注意翘起来 翘起来以后 用几笔枯笔线 把它画出它的尾语的这种定位位置 和它的角度 然后要勾出它的 比较宽大的尾部的这种形态 宽大 然后前边 怎么能显得后边宽大 肯定前边要略窄一些 所以这一树就勾它的 前边的位置 前胸 以及腹部的位置 带过来 这就是一只鹅的形态 鹅的形态 然后画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不动 不动我们开始换一支笔 我们画的是勾勒填色法 首先拿那支小笔 这支小笔本来就有点黄颜色 正合适 我们就调点鹅黄 调点橙黄 调点胭脂 好 用这个色 我们来画它的前额 怎么填 勾勒填色法 是把它填实吗 不是 这是需要老师讲的知识 要分两笔填 第一笔要填这笔 画过来 填的时候可以略微阴出几点不怕 第二笔是这么画的 两笔 第三笔是留了一个白 高光在那边 把这个前额填上了 然后先画上片嘴 一捏 后画下片嘴 往后一加工 按到这 行了 好 画好了以后 我们一看 这时候需要看它面部 额的这个面部 和脖子之间 是不是有层次关系 把这笔放好 拿起另外一支 小笔 把墨挤掉 调点淡墨 我们看看 这个淡墨 如果是太灰 我就可以加一点胶茶 这时候才上来 调点胶茶 好 暖的 怎么看呢 先看 脖子在前 还是两塞在前 当然是面部两塞在前 因此在这加淡颜色 渲染 这个渲染 可以一直渲染到 转折脖子的这个空间位置 画在这 然后上半部分 就看眼睛 眼睛在眉骨之下 我们渲染一个淡墨 这样眼睛就凹进去了 然后看它的两塞 两塞部分 在嘴的嘴角部分 我们渲染一下 这样就出现立体感 现在你应该看到 这个鹅有立体感了 什么叫立体感 它就有转折了 然后就看这儿 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 这条线压下来 是说明它的肩部在前 脖子在后 因此这儿要加工 染一下 变成立体感 不能染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亮的 然后就是它的前胸 要寸擦几笔 这时候你可以 蘸一点淡墨 再蘸一点胶长 比刚才浓一点 然后把它画出来 这是以村擦的形式画的 好 我们就把它画出来 把语赤表现出来 还可以画出您那个墨外头 这都可以 大语赤的位置也定定 也可以画在墨外头 然后下面扫几笔 把它的前胸画了 你看这时候就很写意的 这就是一种写意办法 画出来 此之子刻这个鹅 出现一个层次感 然后换一支笔 拿中号笔一支 还调那个淡墨 把尾巴这地方 给它扫一扫 加进点层次 这个在画的时候 实际上体现了一种 西画的素描关系 就画它的黑白转折 和层次感 那么这时候 你要想到将来 你还有一个白颜色在上面画 所以你不怕 你还可以在适章的地方 多画点淡墨 都不要紧 染一染 都不影响画面 好 这时候就可以调白了 然后还拿这支笔 让它调淡墨这支笔 先调白 下面我用白颜色 先从面部画起 我先把它的头顶部分 加上白色 加上白色 亮了 然后把它的两塞部分 涂上白色 就在白纸的基础上 再涂白色 是不是有效果呢 当然有效果 尤其这个纸慢慢变黄以后 长期您保存 这个白颜色就出来了 就特别明显 把它的白颜色加上 这时候还保留刚才有些淡色不动 尤其在转折部分的白 画白的时候 有时候适当的白一压 就把您那个淡墨线就压住了 压住了更好 空间感更强 更立体 不要怕它压住 它虚了 这边也是 压一点白 它压住了 压住一点 这样的线反而到有浓有淡了 后背 这时候要注意 加白 后背是 为什么要强调 因为白颜色的 鹅的白羽毛最美 因此又用白颜色 要画出羽毛的这种笔出来 你看 要点出它这个质感来 点出它质感 让它感觉这个羽毛是 挫在一起 能够有层次的 然后画到它的背部 然后画几条大的白羽毛 就是鱼翅 一个 两个 三个 你看给它勾出来 然后还可以画长一点都不怕 勾完 把尾部尖的画一点白 让它亮起来 亮起来 这时候这个前胸可以略微来几笔 好了 这时候这个白额就已经被确定了 然后我们把笔放一边 拿起另外一支中号笔 调一点点墨 这时候可以调点墨了 加一点层次 一张画里 你不管怎么勾 你得有点墨色 是吧 这时候得需要有点墨 强调它的结构关系 甚至在它的大羽翅这个位置 可以加点线都不怕 都是可以的 后背这部分带过来 小羽翅也可以略微加几笔 都不怕 就是表现它的层次感和质感 这就是有时候加点墨 是为了表现它的 这种转折关系 那么这个额本身 这个白额 它在尾部的地方 没有那么白 它的背部白 脖子头部都很白 尾部稍微暖一点 所以这时候我们还可以 用一点我们那个胶茶色 调一点 甚至调一点点橙黄 有意识的在尾部加点黄 或者加点胶茶色 染一染 这个简单的渲染 实际上是造成一个色彩关系 这种渲染很重要 大家把它画进去 然后包括 因为这是 这个动态 我们准备给它画成一个油的动态 那么它的压谱在哪 我们现在就能看出来 鹅的这个谱跟压谱是一样的 它也是在油当中 具备一个层次关系 你也不能画得太实 因为在水里边的颜色 毕竟是虚了 因此我们也看看 它是在什么地方 在这 在这 画好 前面有线在水里边的不要勾线 不勾线是不是接不上 有人说老师 老师我觉得好像接不上 接不上 您就适当的可以加点胶茶色 在里边分几个层次 这可以 这样可以 分点它的转折层次 但是不要接 不要画它的线去接 这样虚实有了 一只白鹅画好 在它的旁边 不能再画白鹅了 老师为大家画一个灰鹅 正好还讲另外一个知识 叫做墨谷加勾法 先拿这只小笔画它的前额 调好黄颜色 调点胭脂 画另外一个形态 在上面这儿开始 先画它的前额 一笔 带过来 补一笔 嘴 一笔 上嘴片 中缝 下嘴片 好 这只鹅的嘴一短 就意味着它可能要有转折 透视有了 然后我们开始拿起小笔 勾线笔 调点浓墨 看是不是加勾法 加勾法首先从外轮廓开始 后画出它的线 后画出它的嘴缝 口缝 嘴 画好 眼睛 好 这时候开始拿另外一支中号笔 调点淡墨 画它的头部 首先 头部是画了 把眼睛压住 画一个三角形 灰额 把眼睛留出白 然后吸一下 吸一下以后 画它的眼睛的位置 勾一下 好 眼睛的位置 刚才眼睛点了 现在把眼睛的位置勾一下 简单勾一下 好 然后不动 然后画它的形态 形态 这笔淡墨过来 一直可以拉到这 画两笔 表现它脖子的宽度 和它的形态 然后用这支笔 蘸浓墨 蘸点浓墨 蘸完浓墨以后 画它的鱼翅 雨翅后面有这些飞鱼 有它的比较长的大雨翅 好 墨骨的 墨骨夹钩指的是局部钩 所以主要以墨骨为主 你看 尾部要寸擦 然后要有尾巴的这种飞白 这时候需要调点水 调点水 调点焦茶色 要轩鲜 要轩然勾勒它的前胸 前胸 带点褶色不怕 前胸 画好 纸吸一下别阴了 然后挤过来 正好把这白鹅给挤出层次来了 它俩正好一前一后 画到这 再调点淡墨 把它的尾部画了 再调点淡墨 吸点水 调整一下笔墨和结构关系 画到这 看看它是不是宽大 一定要画宽大 宽大它才像 这时候就开始加勾 看看干没干 因为两只鹅画完了以后 如果要没干 特别是这后勾的 你一定要注意 它会阴的 所以要等它干掉 我拿一支笔试一下 看干没有 从哪画起 首先就得 从它的 下面的腮画起 然后头部的顶画起 勾的时候要 可勾在 它的外边 也可画在它的里侧 勾到外边最好 就是说 把颜色套进去 形成一个转折变化 这个脖子从这起笔勾 就证明 塞在前 你看它压住它 勾过来 有的时候不够宽的 还可以通过勾 把这形体加宽 加大 所以勾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然后就是 补墨 用中号笔补墨 补哪 首先这个 额的前胸部分 跟脖子的根部 是重墨 我们把这墨补了 这是重墨 这不是淡墨 然后带上去 是一笔重墨 要把它补了 这很重要 这样这个 灰额就有质感了 然后就补面部的墨 面部的墨 就是脑门 脑门跟两腮不一样 也要注意一下 别让它阴 重墨 一补 吸一下 后脑门 这个位置给它染一下 然后就是两腮的位置 要有一个透视 鼓起来 眼睛的位置 鼓起来 这样这个结构就出来了 好 灰额画好 然后就是嘴的根部 嘴的根部 是不是也可以画进去 可以 单把它画的重墨 和口缝连起来 可以造成这种咬嘴的这种痕迹 和它的力度 都可以 然后就是没有画到的地方 比如说鼻孔 是吧 给它画好 鹅的一个基本造型 灰鹅的造型 画好 墨谷加勾 勾勒甜色 下面我们把它的两个谱画好 淡淡的 它这更要淡了 是吧 基本上就很淡在后面 就画一个红就完了 梁之鹅画好了 这张画的需要画一个 相对合理的背景 这个背景我们就画简单一点 比如说 我们就画一个 画两笔芦草吧 正好也复习一下芦草 下面老师把这个 盘子里剩的颜色 给它占好 画两笔芦草 画这个芦草 主要是组织疏密 画得快一点 这样的话 容易形成笔墨味道 不要太慢 画芦草就特别注意 不能慢 然后适当地可以蘸点墨 不过来 这画面就 节奏感就有了 画面就很舒服 构图舒服 您这俩鹅的位置 探出了以后也舒服 是吧 然后也是采取我 那个每次都讲的办法 采取点破墨的关系 点点 它就好看 你看点点 是吧 水墨淋漓 点点 它就有那种味道 它就不那么死板 有动感 就相对不死板 这样的画面就有气氛 那么这个时候画面 我们继续还要关注一下 您这个两只鹅的笔墨 有没有需要再继续讲条加工的 特别是这只白鹅 它的眼睛和那个眼睛的处理 不是一个手法 因此我们在这可以加一下 稍加处理 加一勾勒 再看看是不是还得加点小的东西 调点水 什么是小的东西 就是层次 你比如说 是不是再加点这个层次 干了以后 让它有一个透视感 让它有一个眼睛 跟面部的一种结构上的转折 这个上面是不是得调点红颜色 把眼睛画一画 一般的这种芯类都是眼睛红的 调一点 留一点高光 这个也是调点红眼睛 虽然眼睛小 但是就有 这眼睛就是小 最后 我们补点水面的东西 调出点绿 补给笔浮平 画面有了 整个画面的构图完整了 写一会儿就是这样 简单不怕 内容 语言 说道就可以了 下面题块 下面可以盖章 左下角 这样它有一个转折 小的转折就可以 好 画画好了 作为画额来说 白额也好 灰额也好 老师只是讲了两个办法 通过画额给大家介绍 勾勒甜色怎么做 墨谷加勾怎么做 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 练笔墨 体现笔墨的情绪 和技法的 这种规律的掌握 希望大家画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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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